这是两大化神级高手 关玉天与贺连霸的巅峰一战 只见两人交手数十招不分胜负 至尊盟主关玉天为了尽快破局 率先用出了绝招威龙神掌 威龙神掌 威龙神掌智阳智刚 被誉为天下第一掌 威力堪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 贺连霸根本不敢正面抵挡 连忙用出第九重的分身魔影 这才勉强挽回了颓势 分身魔影 关玉天和贺连霸心有灵犀 同时以极快的速度攻向对方 各自打了对方一掌 无论是关玉天的威龙神掌 还是贺连霸的分心掌 都是江湖上不可多得的一流武学 因此两人这次的巅峰对决 落得了一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两大刀手都受了极重的内伤 纷纷盘息坐下运弓调息 试图尽快地恢复过来 然而关玉天却显得更加的从容淡定 因为这里是至尊萌的地盘 即便他关玉天不能出手 他的手下也不会放过贺连霸 就凭这些虾兵血将 休想动我一根毫毛 你们退下 贺连霸 我找到一个最适合杀你的人 藏风 我的好先知 快过去把他杀了 关玉天看向了燕藏风 要燕藏风杀了贺连霸 替自己的父亲燕中阳报仇血恨 燕藏风没有完全信任关玉天 他拔出长剑指向了贺连霸 将关玉天告诉给他的事情 全部说给了贺连霸听 询问贺连霸是不是真的杀了燕中阳 谁知贺连霸文言 反而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我笑你跟你爹一样混 都被关玉天利用了 你爹明明是失踪后生死未卜 这件事是司马天告诉我的 还会有假 你找一个死人来做证人 你说什么都可以 藏风 快杀了他 关玉天明显心中有鬼 不停地催促燕藏风 要燕藏风尽快杀了贺连霸 贺连霸为了自己的小命 将关玉天当年带人查抄燕府 并且派人追杀燕母和燕藏风一事 全都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贺连霸的嘴顿明显更胜一筹 因为他说的的确是事实 更加惊得起推敲 燕藏风也不是一个傻子 他早就怀疑关玉天在骗他 如今得到贺连霸的证实 燕藏风自然不会助纣为虐 他立刻调转方向 将长剑刺向了关玉天 眼见燕藏风就要杀了关玉天 阿宝连忙出言替关玉天求情 正当燕藏风犹豫豫之际 贺连霸用出分身魔影 从背后推了燕藏风一把 长剑立刻刺入关玉天的胸口 关玉天伤上加伤命不久矣 关玉天 你也有今天呢 你的不死神功呢 你终究是斗不过我的 贺连霸 你不要得意 你不会有好想成的 燕藏风拔出长剑后 关玉天瞬间伤重而亡 关玉天的护卫见识不妙 抱着阿宝往外逃去 谁知贺连霸没有追来 却遇见了炼翅雪和败玉儿两人 炼翅雪见到阿宝杀星大起 准备杀了阿宝斩草出根 贴下败元追了过去 幸好关玉天的护卫足够忠诚 阿宝的身上又有了如神给他的锦囊 这才勉强躲过了一截 阿宝将了如神给他的锦囊打开 露出了一块刻着太极图的木牌 木牌上有着二十字预言 恶贯中满盈 类子受遭殃 如遇恶人来 素质蒙主床 见到二十字预言的护卫 当即抱着阿宝来到关玉天的房间 掀开被子打开机关 露出了一条逃生通道 护卫将阿宝放入通道后 重新关掉机关恢复元貌 从房间的窗户逃了出去 让追杀而来的炼赤血扑了个空 而阿宝进入通道后一路滑行 来到了一座山脚下的茅草屋前 这里有个老者等候多时 他抱起阿宝放在马上 并拿着了如神的锦囊感叹了起来 在此等待十八年立即送至绝禅寺 我等了你十八年了 老者在了如神的安排下 将阿宝送到了绝禅寺 就此开启了绝禅寺副本 天意四项绝闪亮登场